要抓 要抓著 坐著 坐著 哇 終於掛了 不容易啊 再來回一趟 累死人了 手也溜回了 五個月而已 好遠喔 好累喔 爸 爸 在哪裡啊 這邊不在海邊了嗎 這邊不能補嗎 布魯湯哪邊 喔 這個不一樣的海邊 這個是布魯湯的海邊 纜車是在哪邊 纜車是在哪邊 從這邊上去嗎 這邊 這邊有路嗎 這邊沒有路啊 這都是刺 哇賽 大家走路要小心喔 這邊都是刺 尖刺 就是那種很利的石頭 從這邊上去 然後過這個山 是不是 850m 那你往那邊走 是的 哇 想不到去個海邊這麼累 還要過山 而且我們 大包小包的裝備 很窄啊 這邊 石頭 好利喔 尖銳 不愧是海邊喔 山 說實話蠻高的 明明海就在那邊聽得到 看到海灘 聽得到海的聲音 但卻不是在這邊 懶車 捕魚 感覺應該蠻特別的 現在在我腦海裡面 出現的懶車啊 都是我們捷運的那個 熊貓懶車有沒有 不然就是 什麼 遊樂園裡面的那個懶車 到最高點耶 好漂亮喔 懶車在哪裡啊 懶車 哪裡有懶車 在那邊喔 我看到了 中間有條線 阿娘 這叫懶車喔 原來外面這座島 就是蝙蝠島來的 為了取得最佳的捕魚位置 大哥便想辦法在海中間 搭起了一座懶車 可以方便又迅速的到島上捕魚 但懶車捕魚的懶車 指的可不單單只是這座懶車喔 哇 哇 看到海了 好近喔 有沒有看到 海邊 但這邊很窄喔 小心喔 哇 看到懶車耶 哇 看到懶車 這叫懶車嗎 好小 好小喔 哇 真的嗎 阿力 跟著我腳臂頭對的啊 哇 哇 怎麼會想到這邊駕這個 駕這個懶車啊 太奇妙了吧 而且它這邊其實很危險的時候 你看喔 它把木頭 漂流木這樣插在這個中間 它其實不是固定住的耶 它就是真的一根這樣插在這邊 然後它是綁在這麼利的車上面 有沒有 它這個長期這樣磨阿 其實不是固定住的耶 你看這邊就已經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有一根已經磨掉一半了 要抓的這個是不是 是從頭到尾都要抓的嗎 對 要抓起來 是 很重要 你要抓照亮的 你看這邊 你看它的軟桌 全部都是用木頭的耶 全部都是用木頭的 這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是 它們自己做的 是 它們自己做的 你沒有弄什麼安全繩嗎 這個下面 好歹 好歹四 五層樓高耶 四層樓有喔 朋友啊 你看看啦 這應該是全世界最最最最最最 簡陋的懶車了吧 只用繩索和木頭搭建而成 還長年累月被海風和海岩侵蝕 一副就是個風中產族的樣子 我說大哥啊 你確定這玩意兒真的安全嗎 唉唷 它這樣半蹲著在那邊 而且塞得滿滿的喔 然後用手自己這樣子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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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god 唉唷 這個好危險喔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啊 等一下 忘了問爸爸有沒有重量限制 等一下我們攝影師 比較身形比較 揮大吧 挖過去 這真的不是在開玩笑耶 不知道他們會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他們 傳統的捕魚場就在這邊 喂 這是在開玩笑嗎 坐在這種橫渡二浪的懶車上 沒有任何安全設施就算了 光要用雙手緊緊抓牢繩索 穩住自己的身體就已經夠困難了耶 沒想到還要靠自己的力量 將懶車給拉扯到對岸 也難怪要來此之前 先讓我們填飽肚子補充體力 但是說實在的 這根本不是身體上的問題 而是心理建設的問題好不好 好 我把你過去了 這個繩子要拉過來 把你一直拉過來 綠色的 你說這個是 對 拉這個是 是 對 這樣拉 其實就有一點點中了 這不能停耶 一停 一停他的那個阻力好大 下一個是誰 下一個換誰 誰要你多嘴 你只好所以你今天過了 蛤 太胖了啦 我覺得你今天變瘦了 來啦來 你先吃吃看啦 你可以過我們就可以過了 來他的腳 你腳在抖 你腳在抖 你不是矮路的 來我牽著手 來啦 翔正的女兒 翔正的兒子 翔正的兒子 剛出生而已 不行 來啦先試看啦 試看 好啦 沒有啦 你上去啦 上去 我過不去 衛哥先來是不是 衛哥 我欣賞你 可以的 你在旁邊 沒有沒有沒有 很扎實這邊 地基打得很穩 我跟你講 你看 怎麼可以啦 你沒有 你先試看 除了性命的 真的不行 很危險 他會沉 真的 現在跳了喔 一次一次喔 好 他跟我們一個一個過 一個一個過 一個一個過 OK OK 好恐怖 這個有幾公斤的限制嗎 有沒有限制 因為現在不到8公斤吧 最多的80公斤 最多80公斤喔 你幾公斤 你覺得 對 我覺得你79 真的 好了 大家都撐起來 就79了 對 我就說吧 咱們人高馬大 魁梧壯壯壽的 海陸攝影師 力量怎麼可能會不夠 只是還沒走到岸邊 就已經腿軟攤倒 咱們心力千辛萬苦 好不容易來到這裡 怎麼能自己打退堂鼓咧 如今只好小鋼我來大頭陣 會一會這史上最可怕的 渡海纜車 喔 喔 喔 哇 坐上來的感覺 喔 完全不一樣 等一下喔 慢慢來喔 哭了啦 我覺得他同時腳還要稍微出地方嘛 有點 其實有點 像是在半蹲 喔 你看我的下面 喔 下面是空的 哇 超好酸喔 哇 媽呀 是哪個神經病發明這個玩意兒啦 木製的椅子 比國小的客桌椅還小耶 害得我只能用半蹲的方式前進 只要雙手用力拉繩子 或是海風大一點 整個人就搖搖晃晃 快要失去平衡 加上底下不斷傳來海浪拍打 岸邊的巨大聲響 簡直比坐海盜船還要刺激一百倍啊 我們導演的體重 是這一條 這一個 纜車的極限 所以他現在很吃力 被他沉的這一種 而且他過的時候 連海浪都生氣了 浪特別大 你要往前到後面去 你要往後躺啦 往後躺 加油 誰拉誰拉 快到快到了誰拉 啊中間我拿要不要去 加油 好快喔 好快喔 快喔 來 小心 好快喔 搬好 還有手 可以馬上拆是不是 踩石頭 馬上檢想起頭 好 腳踏起底了 後面要很用力欸 對啊 因為他過最低點往上走的時候 就滿用力的 手會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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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器材啦 沒有,沒有器材的話 他怎麼拉得過來 他沒有拉,他都沒拉 沒有他,他說沒出力 只要大哥幫他拉拉 大哥永遠是對的 還好有多吃一點海鮮補充體力 否則從對岸拉過來 比坐100下伏地挺身還累 光渡個海人就快要虛脫了 哪還有力氣捕魚啊 不過更慘的是 咱們還得手腳並用 爬過完全沒有路的地獄岩石區 到達蝙蝠島的另一頭 才能見識到奇特的纜車浮渝 現在你是已經在搜網了是嗎 有,要拉了 我幫他拉些 你這樣搜網要搜多久啊 我看他看他拉阿洛 阿洛拉 喔,有魚耶 有看到魚了 你這個網子是什麼時候放的 昨天嗎還是今天早上 你給他幫他拉路呢吧 昨天 昨天放的 而且這邊浪很大 其實拉很...拉... 哇... 哇塞 他一直會被海浪往外帶 所以要趁這浪來的時候多拉幾下 沒想到大哥在這裡架起了一座漁網 只是說也奇怪 這樣用漁網捕魚的方式 和纜車又有什麼樣的關聯耶 正當大家還在猜測的同時 突然漁火接二連三的被拉上來啦 魚來了... 喔... 真的小魚 現在這個季節都是這樣子size的嗎 真的,乾季節都小小的 都小魚耶 小Duckis的一種魚 但我說實在尾認不出來啦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 很漂亮 靈片粗粗的啦 哇,他的尾巴很漂亮 尾巴很特別的顏色 喔喔喔,又有更大的魚耶 更大的魚 哇,這條是比較大 換一隻 哇... 好結實的肉喔 他這個肉好扎實喔 哇塞 好,第二條喔 很快 很快喔,第三條要看到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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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沒有什麼魚鱗耶 聽大哥說由於現在是乾季 所以每次下網的收穫並不多 如果是雨季加上漲潮的話 一次收網就能有近百公斤的漁火 只是平常都是大哥一個人作業 這樣不會很吃力嗎 而且你看它這邊喔,很特別喔 它這個網子有沒有 這邊除了這邊以外 你看到我現在手上這條繩子 一直到對岸 有沒有看到 到對岸那邊 它爬繩子綁在對岸那邊 然後拉過來 然後有沒有看到另外一條黑色 黑色繩子 綁到那邊的對岸 綁在兩邊啦 三個腳 就這樣放嗎 對岸那邊的 對啊,是 它這個蠻聰明的 因為它有這個岩石啊 幫它把這個網子固定住 它就是三角 把它固定住 然後它不用是全部拉上來 然後再全部出出去 它就有這種類似像 軸輪系統這樣子 幫它三個網固定住 蠻聰明的,蠻聰明的捕魚法 你看它放網就很輕鬆啊 放網就很輕鬆了 順著下去就好了 哦,完全明白啦 原來這座漁網架設的原理 和纜車是一模一樣 利用和纜車相同的滑輪設備 這樣一拉一放的過程 只要大哥一個人 就能完成收網和放網的動作 比一般放網捕魚的方式 還要來得方便和節省人力 雖然因為季節的關係 咱們今天的漁獲並不豐富 然而能親眼見到 如此特別的捕魚方式 也算是不虛此心哦 這座的 這座的 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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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不要動 不要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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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嚇死我了 沒想到都要回程了 還來給我個下馬威 這完全是錯誤的示範 大家千萬千萬千萬不要學 只能說對於大自然 尤其是自己陌生的環境 一定要時時刻刻保持一顆敬畏的心 才不會發生危險啊 哇,終於掛了 哇 不容易啊 再來回一趟 累死人了 手也溜回了 然後我的腳 剛才為了撿帽子 我 就輕輕擦到一下油 因為要在 掉在那個溝裡面 我蹲下去 拿鞋帽子來之後 擦到旁邊的石頭 就馬上整個裂開 可是總算回來 這一邊真的很危險 你一天要來回幾次啊 魚仔咖哩 兩次 它就是四趟這樣子來來回回 那平常都一個人嗎 一定 一趟一個人是一個人 哇 好危險喔 一個人工作 雖然這次初級 只有小魚兩三隻 但是對大哥一家人而言 就是一天的溫飽 也難怪就算得天天魚海搏鬥 還是得咬著牙坐上纜車 期待豐收的那一天 它這個魚一定新鮮的 天啊 爸爸看起來很開心 當然開心 這個魚 你在家裡面 隨隨便便就吃得到 我會要餵它 出國啊 就是像這樣子 感受他們當地人的生活 體驗他們做的事情 然後一起在這邊 吹吹風 吃了他們這樣最簡單的食物 其實感受他們的笑容 我覺得這樣是最開心的 2014年小剛我在印尼見證了 什麼叫做人定勝天的道理 居住在兇險的印度洋海岸 當地人不為環境惡劣 也創造出獨特的捕魚方式 不是為了過分掠奪海洋資源 而是單純為了保護家人的生活 這樣與大自然共存的態度 才真正值得我們好好學習